大家好我是童话顺 天然气是一种可燃气体 广义上讲地层中自然形成的所有气体 都可以叫天然气 天然气因为成分的不同 其实还分好多种类 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确实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品之一 而能源就注定会出现抢夺 以及互相销售 我们看一张图 这是世界天然气工业 在近些年的发展占比历程 在天然气发展的早期 全世界天然气能源占所有能源的比例 也只有10% 1920年世界上的天然气90%以上都来自美国 到了1950年前后 欧洲、苏联、中东和北非 也都出现了天然气的发展 1970年之后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在这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天然气的格局 已经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 美国的天然气也到了一定的瓶颈期 这时候世界天然气分布 主要在北美、俄罗斯、中东、亚太和非洲五大产区 到了现在我们能看到 美国的天然气总量已经多年不再增长 而俄罗斯等国家开始大力发展 甚至中国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占比 天然气开采到了今天 在世界还是很分化的 我们看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在2020年的数据 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88.1万亿立方米 现在已经探明储量的地方 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、独联体国家、亚太地区、北美洲和非洲 分别占比40.3%、30.1%、8.8%、8.1%和6.9% 独联体国家当中就属俄罗斯储量最高 以太平储量为37.4万立方米 也是全世界天然气储量最高的国家 所以这才有了 为啥俄罗斯一旦不给欧洲供应天然气 他们就急得又喷又骂的 一个一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 中国其实也是天然气的开采大国 虽然没有俄罗斯多 但是储量也能达到8.4万亿立方米 占到整个亚太地区的50% 而且在全球排名第六 给你们看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发布的一幅图 是全球主要天然气的流向 大家可以看下图 蓝色线条是液化天然气的去向 红色线条是管道天然气的流向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的天然气接收地区 最集中的就是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 其实亚太地区才是全球天然气进口的主要地区 其中液化天然气就有3718.0亿立方米 占到全球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72% 欧洲则以1082.3亿立方米进口量位列第二 占比约21% 可是欧洲的主要来源很集中 比如波斯尼亚 罗马尼亚等在内的10个欧洲国家 都属于完全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那种 即使德国也有一半来自俄罗斯 我们看上图里面也能看到 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其实也就那么几条线了 北溪一号 亚马尔欧洲 南溪管道 土耳其西级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等管道 2021年这五条管线流量合计约为1700亿立方米 这其中北溪一号一年的年输气量就有550亿立方米 北溪一号冬起俄罗斯维保 途经芬兰 瑞典 丹麦穿过波罗的海 将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德国 所以当有管道出现状况 那对应需要进口天然气的国家就早了扬了 我们老百姓了解天然气更多是通过家里的燃气灶 其实天然气最主要是用于发电 天然气在全球发电能源结构中占比约为23% 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 而且天然气发电还是现阶段很环保的一条路线 所以很多国家在有碳排放目标的情况下 也就会优先选择天然气 在工业上 天然气也是玻璃陶瓷这些需要断烧工艺的主要燃料之一 而天然气在名声领域主要就是供暖和用在燃气灶上 在德国居民主要的供暖方式有一半都是有天然气的 与之相关的住宅有930万栋 现在全球已经进入到临近冬天的时候了 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穿上了厚厚的棉袄 如果以此来看 不管是从发电层面还是居民层面 天然气的需求在今后也都依然会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可是天然气的供给方面自从俄乌冲突之后就变得愈发紧张起来 今年俄罗斯对欧洲进行多次天然气制裁 截至7月末前后 北溪一号管道的天然气输送量仅为满复核运行的20%不到 另一条管道北溪二号也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开通 能源供给出现影响会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家的民生经济政治 所以我们在今年看到很多地方出现不安定因素 本质上都是能源供给不足以及经济低迷导致的 天然气只是一切的开端 未来能源的争夺可能会更加激烈 与之对应的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可能会更加激烈 由此带来的经济变化也会更大 当下全球经济正处在衰退的中期 衰退中期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 就会给非常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带来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叠加经济下行是经济周期中最难应对的一个环节 而应对此种环境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的方式就是货币紧缩 理论上货币紧缩首先会压制通货膨胀 可是通货膨胀的根源没有解决 也就是能源问题 欧洲的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的供应问题 所以通胀大概率会变成一个长期居高不下的状态 如此一来货币继续紧缩 那么就会打击经济 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预测 明年才会是更多好戏连台的时刻 今年发生的种种只不过是一道钱菜吧 我是童话诗 朋友们下期见